很多年前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叫做朗涵平 朗涵平后来这个人口碑一般般 但是他曾经也是一个揭露了很多民企MBO过程中问题的这么一个斗士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曾经在中国排名前二的高校里面做演讲 演讲有一个主题是说中国企业不应该一昧的做大做强 那他的意思应该是我们中国应该有一些小而美的企业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学生举手问问题 说你不让中国企业做大做强 难道我们的中国企业应该做小做弱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网友啊 二级华什么的 所以说我觉得也不难理解 因为你看中国这个排名前二的学校里面 对吧 这个举手问问题 这有的时候呢也就是这种水平 你可以见这种素质方式呢是难以避免的 因为它很简单 它是很容易想到的 就非此即彼是一种最简单的素质方式 对吧 你不让大家做大做强 就等于你让中国企业做小做弱 对吧 这个上个视频我的视频发出来 有人说你是绝口不提恨国生意这个事 有人说这个爱国生意总比恨国生意一样好 这关恨国生意难门的事 对吧 我说这些做爱国生意的方式 我不太支持 也不代表我支持恨国生意 对吧 那根本是不着别人的事情 对吧 这个大家想想 这个我先说的蓝安平的故事呢 也能理解 这个我自认为呢是爱国的一个人 就是我并不是说这个不爱国 就是我觉得我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 以及在上去生活的人民 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 是我在青少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杭州 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公交车上面 然后行驶在西湖边上的公交车 那天呢下着雨 然后外面雾气很大 我透过车窗往西湖方向看 因为我知道这个马路旁边就是西湖 但是呢因为雾蒙蒙的一片 白茫蒙的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呢我还是止不住的 就是泪流满面呀 因为不知道大家是否能理解 就是小的时候看了太多 这个西湖的各种各样的诗词 然后知道这个土地上有太多的故事 然后你一旦到了这个地方呢 就心情非常的激动啊 你虽然根本没有看见这个西湖 长得什么样 但是你知道它就在那里啊 然后就非常激动 我觉得虽说就是国外的地方再好啊 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文化的羁绊啊 就我觉得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另外我说一个 就是网友还很流出这些观点呢 就是这个人在美国 就屁股就等于是歪的 对吧 人在外国就不能爱国 就是我觉得呢 这个你去美国去了别的国家 能爱国吗 我觉得当然可以 对吧 你在国外有产业也可以爱国 当然我没有先实现证明 对吧 我还没有 我没有这个在国外有身份 对吧 我在国外这个也没有什么买房子啥的 然后这个这个 所以说否则我说这个话 可能没资格说了 这个你看人家这个以色列 对吧 以色列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也不在以色列住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就你为什么一定要住在一个国家 才能爱这个国家呢 就我们海外有这么多华人 他们也是在中国这个出生的 对吧 也对中国这边有感情 他们爱国不很正常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这个爱国呢 那我们现在国内很多人 对吧 一说你这些人在美国 或者怎么着 这好像 就把他当敌人一样的看 我们华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甚至我都觉得 你说外国人能爱中国吗 这也可以啊 如果有些外国人他挺喜欢中国 这不挺好的吗 就我们难道不是应该去欢迎 这个所有人爱中国都好吗 对吧 那个甚至中国人爱不爱我的也有啊 中国人爱俄罗斯的人也有 对吧 这个我看前段时间 还有人到俄罗斯去当兵去送 这个都有啊 这都是人的选择了 对吧 反正我是实实说 我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你爱不爱中国的 和你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的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还有呢 其实我觉得国外的人呢 爱中国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这个不光是这个出生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 就是我们哪怕从最功利的这个角度来说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海外的华盛人和中国 都有一些联系啊 就是挺好的一件事啊 就是首先你在国外呢 并不是说像 你现在国外出于知道 其实很多事不是那么公平啊 其实我举个脆简单的例子 你在美国这个中国人亚洲人 他受教育这个资格公平嘛 我觉得很多事都不公平啊 然后公平都是很表面的公平 你真的是一个不受歧视的群体嘛 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真的很容易融入到 就是本土美国人的那个圈子里面去 这个其实我更小的时候吧 我会想 就是我如果到国外去 那我一定好好说英语 然后这个好好的学习过来的文化 融入到当地的圈子 后来你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 就是因为很多人 他就是根本的那个文化思维方式不一样啊 就是大家遇到一件事情 想的东西 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一样啊 不是说你去这个语言好 然后你去跟着人家吃人家东西 学学人家的那个这个体外好各种东西 就能混到那个圈里的 因为大家想的不一样啊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华人在哪里是最不受歧视的地方呢 还是我们中国对吧 这个海外好 有些地方当然有他的好 但是说还是在中国 我觉得是最不被歧视的地方 反正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然后我去年啊 在澳洲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当时还和当地的一些华人聊天 然后有一个华人跟我说的话 我觉得还蛮深刻的 就他说他希望那个他的小孩呢 也能回中国说服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这个在海外啊 其实就是如果说子女这一代呢 也蛮难混的 因为比如说人在海外 他们都是喜欢很阳光的 然后搞体育的 对吧 我们坦白说 这个我倒不是说有什么人种歧视什么的 就我们中国人其实搞那些 比如说什么搞个橄榄球啊 搞个什么的 我们可能确实不是我们这个体格 或者说很擅长的东西吧 那你在人家那些擅长的地方呢 你不见得比人家好 对吧 然后你这个群体在海外 也不是一个完全不被歧视的群体 那你将来 比如说你的小孩在国外竞争 有什么优势呢 那其实据观察 我的观察 其实海外很多华人赚到钱 他其实还是因为和我们中国 有一些关系 或者说这个有中国这边那些经验也好 或拿了中国的供应链 作为优势也好 对吧 在中国这边进货 或者说在中国这边有一些先进的东西 然后在国外能赚到钱 那所以说那个人给我说呢 就他给我说呢 就是说这个让小孩回中国收教育 这样呢将来也可以结合一下中国这边的优势 我觉得也蛮好的 那这个说法比较功利啊 就是我觉得爱国可能和这个也没有关系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海外的人呢 就是多关注一下中国 对吧 然后多和这个中国这边有一些联系 我觉得还是就是挺好一件事 然后就是国内之前很多事 时候说什么国产替代什么的 说实话我们公司一些产品 如果讲国产替代故事也能讲 就是我只是个人单纯不是很喜欢这种 拿爱国做生意的这种这种事情 但这个事也不强求别人 其他人做生意不违法 对吧 你做爱国生意你做去吧 对吧 但恨国生意我肯定也不赞同 对吧 然后就是我觉得 哎呀 就是怎么说呢 爱国这个话题呢 一说可能流量呢 还比我一般的视频更大一点 但是我们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啊 我的观点都说完了 有些话题呢也洗几很 但是我观点表达完了 以后也不碰这个话题了 就是尽量耍碰啊 这个 反正我的观点就以上这些 那我们再录下一个主题啊 其实今天我是想和大家聊一个 2B的一个事情 还是要联실一系列吗 一次 可以 可以 嗯 妈 不 ird